各位好 現在為各位介紹的是伺服器建置與管理裡面的NFS 就是網路檔案系統 NFS的主要目的是要拿來 把這個不同的機器跟作業系統 這個資料做共享 我們在上一集裡面已經有介紹過Samba 這個是NFS 它可以讓你的PC透過網路的連線 把遠地端的資料夾 把它 掛載起來在本地端看起來像一個目錄 然後如果你在那個目錄裡面存檔 或者從那個目錄裡面抓檔案 資料都是在別台機器上 所以當你Amount的時候 卸除掛載的話 那你會發現你的資料夾不見了 資料也不會在你的機器上 所以這是把別人的資料夾掛載到自己的一個做法 好所以在這個 這邊有一個Sample 各位可以看看假設呢 我有一個叫做微電影創作共享 的這個伺服器 然後呢我不同的機器呢 我就是 去掛載伺服器上面的一個資料夾 然後我把一些作品呢就掛載 就把它儲存進去 然後它就會存到這個 SERVER上 另外一台主機也是一樣 我把它掛載這個遠地端的這個 伺服器的共享資料夾 那我就像在操作本地端的資料夾一樣 但事實上資料呢已經存到 這個SERVER上 好那在 這個NFS SERVER呢 它的這個POR是開在2049 那檔案系統非常複雜 那可以透過NFS呢 去 啟動 這樣額外的一個POR來做資料的傳送 好那 NFS呢 它的這個傳輸的POR呢會 隨機選擇一個小於1024的 這比較特別 一般來講我們會 避免使用1024以下 因為1024以下 通常呢是屬於這個 預設的POR在用 所以比較少會去 用到1024以下 只有NFS呢是這樣子 好那用戶端呢怎麼知道這個 伺服器之間 它的這個POR是多少 所以它就有一個 叫做 Remote Procedure Code 這個RPC的這個程式 來做這個監控 然後呢去了解 這個協定要怎麼去傳送 所以 在NFS裡面 你單純只安裝NFS Server 是沒有用的 你要先裝一個 RPC 好那而且RPC要先RUN 它先執行起來 然後呢 這個RPC它服務的範圍比較廣 那 NFS只是它服務的範圍之一 所以你只要先把RPCRUN起來之後 那NFSRUN起來它會去跟 RPC註冊 那之後呢才可以做 這個檔案的這個資料角的連線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什麼是RPC 那RPC的話 它的英文是Remote Procedure Code 就是遠端程序呼叫 那它的作用呢 是讓這個NFS功能 對應到的PORNUMBER 可以 回報給這個用戶端 而不是由這個 NFS Server來回報 它有RPC來回報 那肯奈端呢收到這個訊息之後呢 就可以做資料的連線跟傳送 所以呢伺服器 你在啟動的時候就要去跟RPC做註冊 那RPC固定會用這個 111POR 111POR來做這個監聽 那如果說有需求的時候它就會透過這個POR去做 聯繫然後產生 對應的資料傳送POR 那這邊要特別注意的是啟動NFS之前呢 RPC要先啟動 那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你會發現 你NFS 先啟動了那另外在 執行RPC的話 那你怎麼連都連不到 雖然兩個都有在執行但是先後順序差很大 好所以呢你要先 RUN RPC 然後NFS RUN起來才能去跟RPC註冊 那KNIGHT端在聯繫的時候是透過RPC 知道說NFS有沒有起來 有的話那他要用哪個POR來傳送 是由RPC來做中介的管理 好啦 KNIGHT端的部分呢 SERVER 他會向 會向SERVER的這個RPC的111POR 發出NFS的需求 然後呢他會做登錄 登錄完之後呢 提供給NFS 然後去做 這個 後續的服務 那在NFS的這個 D門上面呢 他有幾個要去執行 RPC.NFSD 那另外一個是Mount 那麼來看一下NFS的檔案存取權限 這邊的例子呢NFS KNIGHT 第一台 那假設上面呢有個帳號叫做Jack 然後呢他想要去存取NFS SERVER上面 Home底下的DATA 底下的ShareFile的這個資料夾 那你要用什麼身份去存取呢 那這邊呢 NFS本身呢並沒有提供身份驗證 沒辦法做身份驗證 所以當你用Jack去連的時候 那SERVER端呢 會用 你傳過來的這個帳號對應到的ID跟 Group ID 群組ID 嘗試讀取SERVER端的這個檔案系統 好那如果說這個不一樣的時候怎麼辦比如說 各位看一下這個4E圖 底下這個圖左邊呢是NFS KNIGHT 1 那假設我的這個Jack 他的UID那是501 好那SERVER端呢 我有個帳號呢 他的UID也是501 可是他是JANNY 他帳號是JANNY的話 那這樣子他到底有沒有辦法去存取 Home底下的DATA底下的ShareFile 好那針對剛剛的這個情況呢 我們來看一下 NFS SERVER呢 跟這個NFS KNIGHT 如果說剛好有相同的帳號跟群組的話 那可以直接用Jack的方式進行存取 這應該OK 好那問題是 如果你的UID是一樣 可是帳號不一樣怎麼辦 怎麼辦呢 他就會被壓縮 好那這個501呢 到最後就會被壓縮成這個匿名者 所以因為他的這個雖然呢 他兩個帳號UID都是一樣 可是他帳號是不一樣 這樣會造成這個伺服器在管理的時候的混亂 所以呢 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呢 這個SERVER端 沒有這個 假設沒有501或者是501對應到Knight端的501呢 不是同一個的話 那他就會用一個 UserID是65534的方式來做存取 那這個部分呢在 在這個 Linux的系統裡面 65534呢通常被定義為Nobody 那在Centos底下他的這個帳號會變成NSF NFS NFS的Nobody的這個帳號 那一旦被定義成這個Nobody的這個Anonymous的匿名帳號的話 那他的存取權限就會變得比較低 那也會有特殊狀況啦 比如說伺服器 你的這個NFS SERVER裡面有分享一個TEMP的這個目錄 那這個TEMP呢是分享給所有人去用的 那他會維持這個501然後呢裡面建立各樣的各式各樣的資料 然後呢在伺服器端 可以分享出去 所以呢他就會屬於一個無擁有者的資料 這個資料是被建立的可是擁有者是 不是屬於任何一個人的一個情況 那如果呢使用者的身份是用root的話 那他的這個UserID是0 那 用戶端呢如果也是用root去存取SERVER端上面的資料 你如果是用root登錄的話他會主動被壓縮成匿名者 那權限就變得非常非常低 好所以這是SERVER端在NFS的一個保護機制 那他的這個存取權限呢還有包含就是 這個 用戶端如果以這個NFS去取得 伺服器上面的這個檔案系統的時候 你還要 具備這個 NFS SERVER呢有開放可以寫入的權限 那這個部分呢會在ETC底下 Export的設定檔裡面 那另外呢同時你的這個檔案權限呢也要可以寫入 那這兩個 條件滿足了你才有辦法去 做這個存取跟這個寫入的動作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一下NFS SERVER端的一個設定方式 那各位要去安裝的軟體有兩個一個是RPC Bind 那另外一個是NFS Utilities 這兩個 好那安裝完之後呢 那他的NFS SERVER設定檔呢是ETC底下的Export 那很特別的是 你去看的時候這個檔呢有 是存在的 可是打開裡面是空空如也 什麼都沒有 好那裡面什麼都沒有怎麼辦呢 等一下我們告訴各位怎麼去設定 好那NFS裡面 有這個 系統維護指令呢就是 就是 放在USR底下的SBIN 那底下一個ExportFS 它就可以去 做維護 好 那分享的這個登錄檔呢 放在VAR底下的LIB 底下的NFS 那有 各式各樣後面結尾是TAV檔 好那用戶端查詢的這個 查詢伺服器的分享支援呢是用show mount 好那等一下我們可以透過範例來瞭解怎麼使用 好所以呢好各位可以看到右上角我們有特別 標示啊他是NFS的這個SERVER 那假設呢他的IP是192.168.1.98 好那我要安裝的時候我就用什麼 sudo DNF Install RPC Bind 然後呢 NFS Utilities 這樣他就開始安裝 好那安裝SERVER端安裝好之後呢 接下來呢你去編輯主要的設定檔 在ETC底下的Export檔 好然後按 這個設定好之後呢 你要啟動 RPC Bind 如果這個已經啟動了 不管你什麼原因之前已經有啟動了你就不用重新啟動他反正你就是 啟動後面 去跟RPC Bind就 註冊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你的RPC還沒有RUN起來 麻煩請先把它RUN起來 再去RUN NFS SERVER 這邊要特別注意 好那再來呢我們看一下他的這個IP的 就是在 這個ETC底下Export的設定檔裡面他的這個寫法 那你在寫的時候呢可以用完整的IP名字 或者是用網域 的方式來宣告 比如說用192.168.100.10 或者是用 192.168.100.0 斜線24就是整個網段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遮罩的方式去寫都可以 彈性蠻大的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這個主機名稱 但是主機名稱必須要在 ETC底下的hosts裡面去設定 而且呢你可能要確保他在群組裡面是唯一存在的 不然這樣子他沒辦法去識別 不同的主機 到底誰是誰 好所以這個透過名稱來尋找的部分 那 會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你要先確認 再來呢你也可以用DNS的方式來找 也是可以 如果你在區網內有 設定DNS的話 也可以透過他 來做查詢 所以他的重點呢只要能夠找到對應的IP就可以了 好所以我們看底下 假設呢我們去編輯 sudo vim ETC底下的Expose 然後呢我裡面 空空的讓我加了一個 斜線ET 斜線TMP底下 那我開放 192.168.1.0 斜線24的整個網段 然後呢他可以做的事情是RO 那RO代表read only只能讀 然後如果是localhost 自己掛載的話那我就可以讀可以寫read跟write 那另外一個呢是在ASIA.edu.tw的這個網段底下 不管哪一個直網域 的主機過來呢我都可以做read only 可以讀 好那我 後面那個sync那是sync的意思就是 在這個例子他大概不會有 Sync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這邊呢我們搭配到的是RO RO代表什麼read only 所以當這個 不管來連過來的這一端呢 他的這個 他連過來的這個部分呢如果我們有資料更新的話他會做同步的處理 那相對應另外一個叫 async 那async的部分就是說 假設呢我在分享的資料夾裡面加了東西他並不會立即更新到 別台主機上他會暫存著在本地端 到一定程度他才會再把它寫回伺服器端 是這樣子 所以他的作用是在這個資料的同步與否 所以sync是在 做資料同步的這個處理 那我們來看一下剛剛關於權限的部分我們可以看一下他的相關參數 那RW代表什麼read跟write 就是可以讀可以寫 這應該 沒什麼問題 那如果說你的設定是RO代表說read only 只能讀不能寫 那但是呢 即便 你開啟的是RW 但是呢你的這個 檔案目錄 或者是檔案本身 他並沒有開啟W的這個功能 所以 你的設定檔雖然是RW但是你還是不能對著他做寫入的動作 所以這就是他這邊有提到檔案系統上面的RW的設定如何 要搭配到這個Expulse裡面的設定才會一致 那剛剛我們有看到sync跟async的部分 Sync代表說他會同步寫入到記憶體的硬碟 記憶體跟硬碟 Async的部分會先放在記憶體 而不是寫到硬碟上 所以如果說你做了一些修改之後 你已經存檔你WQ離開了 但是因為你 用的是 Sync的話就會變成什麼 萬一突然斷線或停電的話 那資料並沒有寫回 這個遠地端的這個磁碟硬碟上 所以資料會不見 在 如果說你的這個環境裡面對於資料的這個要求是比較critical 就是比較重要及時的 那請要設定成這個Sync會比較保險一點 那另外的用戶端呢 在使用NFS的時候呢 如果他的帳號呢是root 那系統到底要怎麼判斷這個帳號的身份呢 預設呢他會用這個 預設呢 可那端的root呢身份會變成 由root Squash的 這個設定呢變成是nobody 就變成匿名者 那這樣子對系統呢會比較有保障 好那如果說你的 的確是要讓他開放 具有root的權限可以來寫的話 那你就要把他前面加一個nob no root 所以呢這樣子呢他就可以針對 你在設定的時候你 你才可以針對特定的人 好去 設定他 讓他具有root的權限可以去做 存取 除此之外都不許 用這個 Root Squash的方式來做 OK 好 不能有這個root的權限啦 這個是 跟各位說明 如果說你不論呢 這個登入nfs的使用者身份如何 他都一律 要被壓縮成匿名使用者的話 那你就把他寫 All Scratch 不管你是誰反正你都是匿名者 這樣安全度會比較高 好那再來呢就是 Anon代表Anonymous匿名者的意思 那 那將對應前面呢有這個Squash的設定 他會被 壓縮成這個 Nobody 好當然如果你要針對Nobody呢去重新設定他的UserID跟Group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做指定的一個 設定 那實作的時候呢 就讓這個root 這個 在這邊的這個練習題呢我們是 測試讓root保有root的權限 好那 嘗試將這個 斜線TEMP的這個目錄分享出去 好那這個目錄呢是大家本來就都可以讀寫的 所以 你只要在這個 ETC底下的這個 這個Export檔 設定一個斜線TEMP 然後呢 新號 RW No root Squash 這樣就可以了 那麼來看一下 上面呢這台是我們的server端 上面是server 底下是K9 所以他有兩台IP 兩台主機 各位可以看一下 好底下這一台的IP呢是 192.168.1.154 上面這台是192.168.1.98 所以上面是server底下是K9 那底下去連server 好所以呢在這邊我們 透過install 這個已經 裝好了 所以 這個 各位可以去 安裝一下我們剛有指令告訴各位用DNF去 安裝 好那 接下來我們剛剛提到的是 ETC底下的Export 好那第1次編輯他的 好第1次編輯他的呢你會發現是一個空空的檔案 不要懷疑他真的是空的 好那你就是第1行呢加入 斜線TEMP 然後呢新號 他可以讀可以寫然後 Root Scrash 他就是 可以用Root全線去做 這樣子就可以達到這樣的一個需求 然後記得呢WQ 存檔離開之後 那第1個動作是 SUDO對不對 System 那我之前已經 已經啟動過這個 RPC了 所以呢各位 就可以去 啟動他 我們再試一次 好那這邊呢是啟動RPC bind.Service 好那你啟動之後呢再去啟動 我們的這個NFS 減號Server 然後呢點Service 好那這樣子都啟動之後呢 就 代表說他已經啟動了 好然後呢 如果說 你要針對同一個目錄 那以不同的範圍開放不同的權限 那你可以用這個 比如說這邊有一個目錄叫home 底下有一個public的目錄 把它公開出去 好但是呢他只限定192.168.1.0 斜線24這個 區網呢可以連線 好那這個區網呢 也要 這邊 網域呢要加入 CSIE群組的話 好那才可以去讀寫他 好那其他的來源只能 做read only 那在設定檔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 首先呢我們要把剛剛要公開出去的這個目錄呢建立起來 所以我們用 MKDIR去 home底下建立了一個public的一個目錄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新增一個group叫做CSIE group 好那這個group 建立好之後呢我們要去設定他的一個權限 針對這個 home底下的public 我們用 set file 然後acl就是acctrl的rule 好所以要設定他的存取權限 然後-m呢是針對 ggroup 然後呢他的群組是 CSIE group 他具有 可以讀可以寫可以執行的這個權限 針對 這個home底下的public 好那設定完之後呢到我們的這個 xpulse的這個檔案裡面我們再加入兩行 好那 第1行呢 剛剛已經講過了斜線temp這個已經 講過我們就不再講 再來第2個home底下的public這個呢 是分享給誰 192.168.1.0 斜線24 然後rw可以讀可以寫 信號都代表其他 其他代表什麼read only ro 用刮號方式把它刮起來 這樣就可以達到我們第2個 題目的這個要求 所以 我們看一下剛剛的這個 設定檔裡面 好這個設定檔裡面的第2個我們就是設定了public 然後192.168.1.0.2 斜線24呢可以讀可以寫 其他的是read only 這樣子 那在啟動的時候呢rpcbind的這個 這個啟動呢他的破壞是在111 那 同時啟動udp跟 TCP 那nfs本身的服務呢是在2049 那其他rpc服務呢會隨機產生 那註冊完之後他自動會去產生 那各位呢可以在rpcrun起來之後呢去看看rpcinfo 來觀察每一個服務的這個註冊狀況 我們來看一下 sudo rpc info 減p 好那比如說localhost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rpc bind的這個目前呢有哪一些服務正在run 那當然你除了本機之外你也可以去看別台主機 所以我們剛剛Knightor我們可以去看看 測試一下192.168.1.154 那遠地端的這個呢他沒有啟動起來所以他就沒辦法去查 OK 那這個呢就是rpcinfo的方式好可以去查註冊狀況 好 那這邊呢是測試範例哦sudo然後rpcinfo 測p呢localhost你就可以看到有哪一些呢目前有在run 好那 這邊呢好各位要記得 我們既然是開放server上的某一個服務所以放過牆就麻煩你把他的port打開 放行他 所以我們要加sudo firewall command 然後呢 Permanent 然後zone變成是public 然後add一個service叫nfs 好那 既然你加了Permanent所以他會寫到資料庫裡面去寫到這個 規則檔裡面 然後呢記得要把你的防火牆呢reload 重新載入 套用新的這個規則 好所以在啟動的時候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 已經講了好幾次就是 System Control Start Remote procedure code bind 好然後呢這個要把它enable就是重開機或停電重開的時候 要讓他做什麼自動啟動 然後再來呢是Start 啟動這個nfs server 好那一樣可以把它寫到這個規則檔裡面讓他開機的時候也去啟動他 好 那我們現在講的全部都在server端哦所以各位 可以可以透過這個影片上面這邊特別標示的IP來 識別我現在到底是在設定server還是設定connect 好那再來呢我們可以新增一些使用者 假設你要測試不同帳號對於 這個nfs server的 這個差別你可以去新增一些使用者 並且呢把它加到 這個csi group的權限 為什麼要這樣子做因為呢 csi group這個呢我們剛剛已經有把它權限設定給誰 home底下的public 這個目錄 home底下的public這個目錄 所以我們可以找幾個使用者把它設定 到這個群組裡面來測試他的一個 存取的權限 好那再來呢這邊 我們剛剛 的設定有這個 剛剛已經有先截圖過 各位可以再參考一次就是去針對 home底下的public 做這樣子的一個 權限設定 好然後呢另外假設呢我們要建立了另外一個 叫做 N 這邊打錯字了應該是nfs 結果打成nsf 好不管總之他就是一個目錄名稱 建立好之後呢我針對這個目錄只 開放給 給user Kevin用 那Kevin 他可以讀可以寫可以執行 的話 那就是最後一行指令 set file的access control rule 好所以呢-m的部分是 後面參數是u就代表使用者 然後哪一個帳號 然後對應到的目錄是誰 這樣可以去做全線的管控 好那 接下來呢 我們要去觀察一下 我如果 別台主機要去連的話 那我怎麼樣去連 各位可以看一下我們現在是從 別台主機 那這邊的 範例呢是192.168.1 1.154 那我要去測試一下 目前掛載的這個情況如何 所以我們看192.168.1.98 目前的掛載情況 好底下這個是 0.154 好假設呢我們用這個 show mount 減多少1 然後192.168.1.98 好那你就可以看到掛載的情況 那有掛載起來你就可以看到他的資訊呢會顯示在這邊 好那可以看一下他的參數 減1-1是在表說Export就是顯示 這個NFS Server 他的Export的設定的 清單有哪幾個你可以去看他 是怎麼開放的 然後D那是director 他有分享哪一些資料 這個目錄 然後A那是顯示所有的資訊 那V是 去查查看show mount的這個 版本是什麼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參數的設定 我們在Server端呢 假設我要一次 全部把我這個Export裡面的 設定呢把他掛載起來 一次全部掛載 那我可以用 sudo ExportFS ExportFS 然後呢參數是- 所有的這個 規則 設定呢把他啟動 把他掛載起來 就是ARV 那他就會一一的去跑跑完就把他掛載起來 那如果我要卸載的話勒 我們來看一下齁 如果我要卸載我這是什麼 sudo ExportFS 然後呢 - 假設我要卸載 我把它卸載就是AUV Enter 好那卸載之後呢我們再用剛剛的 Knight端去查查看 你就發現沒有東西了 各位有看到嗎底下這邊 他是顯示出來就沒有東西因為他已經被卸載然後AUV是代表卸載 好那我們再執行一次我們把它全部一次掛載用ARV 那掛載就出現了這些資訊對不對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如果現在在 查一次 從Knight端去查的話 你會發現又有東西了 好所以這是有掛載跟沒有掛載所呈現出來的資料是不一樣的 那這邊要告訴各位是AUV是代表卸載 把它移掉 這ARV就是把它掛載把它掛上去 那再來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些是這個ExportFS的這個 參數 去怎麼設定 比如說剛剛有A是Export 或者是 OnExport所有的Directory 這是A的部分 那U是什麼 OnExport one or moreDirectory 代表什麼 卸載 那R呢 R就是Export Export就是重新掛載 所有的Directory 所以各位知道ARV 跟AUV的差別就是中間的R跟U 那V的部分呢 這個 如果說你在掛載的時候呢出現這個 沒有掛載的呢 他就 會顯示 這個目前的 掛載的清單 讓你去顯示 這個清單讓使用者可以看 就是掛載完或者是卸載完他會列清單給各位看 所以加V就可以顯示他 OK好所以這是SERVER端針對ExportFS這個指令 可以操作的這個參數設定 好那講完這個SERVER端我們來看一下可奈端的部分 那可奈端的部分我們要 有幾個做法一個就是用手動掛載的話 那你要去確認 本地端 本地端的RPC bind也要有讓起來 這邊要特別注意 再來呢他要去掃描 這個NFS SERVER上面分享的目錄有哪一些你才可以知道 你要掛載什麼所以用SHOW MOUNT去看SERVER上有哪一些 然後呢在本地端你要先建立掛載一點其實就是目錄啦 你要先建立一個目錄當作掛載一點 然後呢用MOUNT的指令把遠地端的這個目錄呢直接掛載到你剛剛建立的這個目錄下 我就把它掛載起來 好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下可奈端呢你要去 安裝的軟體有哪一些 那install 這邊少了一個RPC bind 這應該要加一個RPC bind SUDO然後DNF install RPC bind 然後NFS utilities 然後NFS4 ACL tools 這個是要安裝的 好那安裝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用SHOW MOUNT的方式去 看看192.168.1.98這台SERVER 有顯示哪一些 那你就可以看到對不對 他針對 他所定義的目錄 他提供的權限是給誰 好那如果說你要把遠地端底下 遠地端的主機 裡面的home 底下的public 掛載到本地端 假設我是在 home底下 有一個NFS 那我 又建立了一個public的目錄 如果我要把它掛載進來的話怎麼掛載呢 我就先 在本地端 我的cannite端這邊 cannite端這邊建立一個 在home底下建立一個NFS的目錄 然後 進到NFS裡面再去 建立一個目錄叫做public 好那接下來 mount的指令 掛載的指令很簡單 就是SUDO mount-T 然後呢這是NFS 好那 上個禮拜 上一集裡面 我們講到SAMBAR的話 是用另外一個叫CIFS 好那這邊不一樣 這個我們用的是Linux底下的 我們叫NFS 然後呢 server是192.168.1.98 然後冒號後面斜線目錄 對 斜線home底下的public 這是server上的資訊 後面接著就是本地端的資訊 所以我在本地端就是 home底下NFS 裡面的public 那他就可以掛載回來 好 那 在本地端有沒有要做什麼設定 假設 你要這個 開機的時候這些就要 這些遠地端的磁碟 就希望能夠被掛載起來 好那你可以去 修改 修改這個ETC底下的RC 點D底下的RC點LOCAL這個檔 各位看一下這邊是LOCAL端喔 就是可奈端的部分 那你開起來之後呢 你去加一下 我用黃色框框所框起來的部分 然後呢 你用 你用這個加入這個Mount-T T代表他你用的這個通訊協定用的是 服務啦 是NFS 這個SUID 然後呢 NO EXCUSE C 然後呢 NO DEV NO DEVICE 然後READ WRITE 然後呢背景執行 然後呢 SOFT R SIZE 多少 然後W SIZE是多少 然後呢 他的這個IP是多少 這邊是192.168.1 98 冒號斜線 NSF TEST 對應到本地端的 NSF TEST 98 總之你就是把 掛載的那段指令呢 放在這邊 然後加上一些參數 設定完之後呢 你只要重開機 他就會自動掛載 所以如果說 你沒有做這樣的設定 變成你只要重開機 你就是要重新掛載 那不然的話 你就會發現你拿不到資料 也沒辦法把資料存進去 這就是一個 設定的時候 如果你想要省麻煩 你不想要每次都自己重新掛載 那可以這樣子設定 好 那在掛載的過程之中呢 萬一出現問題 大概有幾個方向 提供給各位參考 比如說用戶端 Cline端的這個主機名稱 Cline端的這個主機名稱 或者IP呢 不被允許使用 那不能使用的話 或者是呢這個伺服器或者 用戶端的服務呢 有某一邊的服務沒有啟動 那就會出現底下的問題 所以呢 你就必須要用什麼 你去看一下他出現說 這個 Mount to哪裡 Fair的 系統出錯代表什麼 這伺服器的這個RPC沒有開起來 Remote procedure code 或者這個Bind的這個服務呢沒有開起來 所以他就對不到 對不到的話他就告訴你 Connection refused 沒有這個服務就 refused 好那再來呢 如果說你出現這個RPC 再來呢如果出現這個 Mount To NFS Server 然後呢Fair的RPC Error 一樣的他就是什麼沒辦法註冊 那這個部分呢我們去檢查 Connect跟Server這兩端 的RPC Bind呢有沒有RUN起來 這樣OK嗎 好 那RUN起來之後記得 如果你有重新去RUN RPC Bind 那你的NFS 就要再重新執行 才能夠去跟 RPC註冊 那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你可能被防火牆給擋掉了 那我們在剛剛的介紹裡面有一段 是要請 大家呢去把這個防火牆 放行NFS的服務 這樣才能夠 順利的去 去執行他 那你也可以用自動掛載這個AutoFS 的設定 那 其中一個做法就是我們剛剛有介紹 你在ETC底下的RC.D 那裡面有一個RC.Local的檔案 你加入剛剛我們用黃色框框框起來的那一段 那另外一個方法呢 就是你 手動 在開機之後呢手動掛載 那 這樣子的方式呢雖然麻煩 可是如果你重開機的 次數其實不是很高 那這未嘗不是一個 不錯的這個方法 那當然啦如果說 你的管理員不是 固定一個或者是 你為了要減少麻煩最好的做法還是寫在 寫在這個設定檔裡面 RC.Local這個設定檔裡面 是更省事了 那再來就是網路連線 當然 網路連線要確保暢通才可以 這個 那實際演練的部分 這個留給各位去 練習 那我們這邊的IP用的是 這個範例用的 那各位就按照 自己所設定的環境來去操作 那比如說這邊有一個情境的模擬 就是 SERVER的IP是這一組 黃色的這個 那裡面有TEMP Home底下有NFS 那Home底下有個Upload Home底下有個ND 那分別呢做這個圍堵啊 或者是要做這個 直網域的這個設定 那各位可以去試著操作看看 看能不能呢 順利的這個 建立起這個 遠端磁碟機 掛載到本地端的一個 成果 那建立好之後呢 各位可以去新增檔案 試試看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操作一下 那我們看一下我本地端的部分 這底下呢是Knight上面是SERVER 好那我看一下 這個本地端MNT底下我有掛載哪一些 好那我假設呢 我這裡面有掛載對不對我可以CAT TEST.txt 我那裡面有資訊 然後CAT 我有一些資訊 好那如果說我要把它卸載的話 我要回到上一層 然後SUDO UMOUNT 然後針對NS 這個目錄呢去把它卸載 好那卸載完之後呢 我們知道剛剛的這個 目錄裡面看就是空空的了 所以他對應到的其實是 這個我們的 Home底下 在SERVER端是Home底下 的這個 各位有看到嗎 我這邊有這兩個檔 好那我再重新掛載一次 一次 那掛載的方式就是 SUDO Mount SUDO Mount 然後呢我們剛剛說減T 通訊協定是NFS 對不對 然後呢再來就是 IP 192 168 1.98 帽號協線 Home底下的NSF TEST這個目錄 對應到本地端 MNT底下的 這個 NSF TEST 98這個目錄 好那這樣子呢他就掛載起來 Reason Given Server No such file 打錯字 這邊 這邊掛載一個N 好那掛載起來之後我們進去看看 有檔案對不對 好那如果說我在這邊 SUDO VIM ETC 我們VIM README 1.txt TXT Hello 好那我在這邊存檔多了一個檔案對不對 那我們看一下SERVER端 是不是就有了 我們在這邊 CAT README README 是不是有資訊了 OK好所以 一旦你把他amount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本地端沒有這個檔案 他就存到遠地端去了 好那這個就是RPC bind 那 我們也可以來看一下 看一下那群組權限 那你看到他這邊是 這個 掛載之後呢 他是擁有者是root 然後呢這個 呃全線呢 這個 group的部分是CSIE group 那在 SERVER端的部分呢 他的這個 也是一樣對不對 好那我們 要看一下說這個 CSIE group跟這個CSIE group的 那個group ID有沒有一樣 我們可以用SUDO VIM 斜線ETC底下的 GROUP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喔這邊有一個CSIE group他的 編號是1006 這個group ID是1006 好那底下這個呢 ETC底下的這個group 好那有看到CSIE group也是1006 好剛好這兩個呢都是1006所以你會 看到 剛剛的結果是有顯示 他會顯示這group的名字 他會顯示這個名字 萬一這兩個的group ID不一樣呢 不一樣的話他就會顯示一個數字在那邊齁那就 代表什麼不match 這邊呢是 這個跟各位分享的齁 好那 我們介紹這個NFS的 這個SERVER 介紹到這邊提供給各位參考 我希望大家可能會去看 再見囉 請再見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